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越东某海域 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车组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他们接到指令后呢 要驾驶战车穿越海上通道 并对数公里外的按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所有的目标都是临机指定 考核开始 由两栖步战车和两栖突击车组成的战斗小组 在海上变换队形 将目标海域展开泛水编波 与以往不同 战车首先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连续通过直角 装肩和蛇形等多种限制路段 才能进行海上战斗设计 骤 海流 风浪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 这对我们驾驶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车在海上飘着 像船一样 有时一个风浪过来 车辆就会产生较大的偏移 这要求我们驾驶员要熟练操作水门和侧舵 控制好车辆 做到人车合一 目标一 两 六 炮口打击 搜索目标 一发射击 预备 发 抵达射击海域后 新炮手陈诚涛快速搜索 车长根据目标性质区分弹种下达射击指令 瞄准 侧距 激发所有动作一气呵成 目标成功被摧毁 听到了一炮手准备预备发射 然后火炮发出去的那一刻看到自己命中的那一个目标的一个感觉 真的是很穿西是吧 很开动 几轮打击过后 天空突然下起小雨 海上能见度大幅度降低 风浪也在不断加大 不仅考验着车组成员的密切协同 更对炮手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入伍14年的郝尚奎是连队有名的金牌车长 有着丰富的海上试操经验 靠河中 他所在的车组顺利抵达射击航道 可就在炮手准备射击时 险情却发声了 放个车长 挡不出去 驾驶员把车辆拔好 对走目标区 左修15度 在好尚奎的指挥下 炮手立即手动重启火控系统 最终平稳激发完成了考核 此次考核 这个旅将连排指挥员纳入战斗编组 并打破以往单一的评估方式 利用信息监控系统 对全车组成员动作要领和整体协同配合进行多元评估 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得到了检验 我们采取临机导调 双车协同的方式 组织海上战斗射击考核 目的是在贴近实战环境下 提高官兵们应急情况处置能力和协同作战本领 为下部综合演练打捞基础 感谢观看